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何家村 究竟发现过怎样的国宝 这里为何会被称为 文物史上的最牛山村 现在唐朝出土的基因器 我觉得有一半 其实是何家村贡献 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背后 究竟隐藏着一个 怎样繁华的大唐盛世 每每个人讲起来 当年皇帝在承天门 晚上撒金钱的时候 文物百官都在那 剪纳 套这个吉利 蒙曼 何家村里的传奇国宝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 很多的考古发掘 来一窥当时的繁荣和富足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 何家村有了一次考古发掘 足以轰动世界 在何家村究竟出土了 什么样的国宝 这些国宝背后 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通过它们又给我们再现了 一个怎样的盛唐时代 今天的文明之旅 我们请来了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蒙曼老师为我们讲解 何家村里的传奇国宝 掌声欢迎 蒙曼老师 欢迎你 1970年10月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 考古队员相继挖出 两只不起眼的陶旺 和一个小银罐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三只最高不过半米多 最矮只有30厘米的容器中 其内部竟然存入了 1000多件的 精美绝伦的唐代金银器 玉器 这其中包括有 重大一斤 出自皇家的金碗 也有经营剔透 造型秀美的水晶碑 有唐代一品官员 才能佩戴的 百玉腰带等罕见珍宝 由于何家村出土的珍宝 数量之多 埋藏之秘籍 工艺之精美 价值之大 轰动了世界 那么这些来自何家村的国宝 究竟珍贵在哪里 它们为何被称为无价之宝 这些珍宝又见证了一个 怎样繁华的大唐盛世呢 看完刚才这个短片 可能何家村这个词 是第一次出现在 观众朋友的脑海当中 这真的是一个 名不见轻传的一个小山村 在这里出土了这么多的宝物 我们先请曼曼老师 为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说出土的这些东西是宝物 它究竟宝贝在哪里 宝贝在哪里呢 咱们这么说吧 咱们讲唐朝啊 大唐盛世 盛到什么程度啊 你想盛世嘛 应该是金碧辉煌 这个金碧辉煌 由谁来代表 由谁来代表 也不如由何家村来代表 更好 因为什么呢 现在唐朝出土的经营器 我觉得有一半 其实是何家村贡献的 整个唐朝出土的经营器 一半是咱们何家村 这两口瓮 一个饮罐提供的 接下来我们详细地解读一下 何家村出土的 比较重要的几件经营器 鸳鸯连拌文金碗 这个碗好在哪 这个我们现在看 都没有震撼力 其实看食物就知道了 这个个大 重量尘 其实唐朝用金可是有讲究的 这碗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唐朝的制度规定 一瓶以下 是不能用纯金的碗 就是你家多有钱不重要 六瓶以下不能用纯银的碗 一瓶以下不能用纯金的碗 也就是说你要是用这个金碗 必须是一瓶以上了 甚至就上升到这个皇家了 王宫贵族 而且是大贵族才能够用纯银 大贵族才能用金碗 还有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制作工艺 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一个制作工艺 它叫什么 叫碟叶是锤打出来的 就是中国古代的金银器 其实我们一般是按照铜器 按照青铜器这个制作方法 我们是陶铸法 就是融铸 做个饭 做个饭 对 然后把这汁倒进去 金汁倒进去 然后出来 它这个基因器的器物什么样子 它就比较厚重 因为你可以想象嘛 这个淘饭之间的空隙 不可能那么薄 那这个鸳鸯连半纹金碗 它是用的另外一种工艺 叫做锤叶法 就是打 打出来的 人工打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砸扁 砸扁之后呢 砸成这个器形 砸成器形还要砸出那个 凹凸有致的花纹来 你看它这是连半纹嘛 可以看见这是莲花 荷花的那个花瓣 这个花瓣是这样打出来的 就是它这个凹凸感是这样形成的 这碗是用一个金坨 一个金块生生砸出来的 对 然后砸成金片 砸成金片这样 你想它这样的碗 它比那种溶住法就要薄 这个碗壁就要薄 然后它还能砸出这个纹来 纯手工的那样的花纹 这个其实是西方的一个技法 在古代西方包括西亚 中亚 就是苏特人的区域 这都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苏特人的这个锤叶法 打出来的器物和中国的又不太一样 其实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 它苏特人打的时候 它那个凹凸是非常明显的 就好像浮雕啊 浮雕一样 中国呢 你看它是一个图案性质的 它不是说这个凹凸有那么的夸张 它是把它做成一个构图来看了 所以这个又是西域的技法 但是实际上已经融合到了 中国的审美情趣之中了 这是一个在唐朝 大行其道的一种 打精英气的方式 这个鸳鸯闻啊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鸳鸯象征着爱情 成双成对 做了这么一个鸳鸯连伴的金碗 这当初是做什么用的呢 金碗平时就用 为什么唐朝人特别贵重这个金碗 因为唐朝有个观念 这是来自于方术的一个观念 说用金银器做石器啊 人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唐生不老是一个人的永恒的追求啊 所以那个时候王公贵族啊 这些高级的臣子啊 都喜欢用这个金碗 所以这个金碗 以它这样的体量 这么精工细作 它应该绝不是一般人用的 这个就很可能出自皇家 所以你看寓意也特别好嘛 刚才讲鸳鸯 那鸳鸯在底儿那儿了 那是一个回头的鸳鸯 中国古代讲 愿做鸳鸯不献鲜 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样 鸳鸯在底儿 对 那我们侧面看的那些图样是 对 那个是各种鸟兽文 还有走兽 对 鸟兽和卷草文 这个卷草其实就是忍冬啊 忍冬花文其实也有寓意 忍冬花文是什么呢 忍冬其实就是金鸳花 因为京东不雕 到冬天还不雕零 所以老百姓认为 这是很好的一种象征 意味着灵魂不死 这是忍冬文 而且现在要细看 你能看出整个这个金碗 它这个面是 是有一个一个点 那叫什么 那叫鱼子文 这也是纹路啊 对 一个一个小点象征什么 象征多子 因为鱼子特别多呀 中国古代这个多子是福气 所以你看这是鸳鸯的 这属于中国的 忍冬的 虽然是西来的 但是后来越来越 被中国人接受了 所以忍冬文成为 中国很经典的一种文士了 长生的 灵魂不死的 鱼子多子多福的 所以这个碗非常有意思 你有西洋的技法 中国画的表现 再加上中国式的这种花纹 漂亮 这是一个重器 一个金碗 咱们再说说 何家村出土的银器 刘金五马 咸碑闻银湖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 咸着一个碗呢 这个马 咸着一个碗 这个 有意思啊 这个图案 咱平时看到生活中 马是不这样喝水的 那当然 人家这马 哪是一般的马呀 这是五马呀 其实 五马是用来 做马术表演的嘛 嗯 也可以叫马术表演 就是来跳舞的嘛 这五马听上去很玄呢 那如果跟现在 西方的这个胜装舞步 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也会有这样的比赛项目 跟那个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不一样 胜装舞步是什么情况呢 是这个 它表现的是 骑手和这马匹之间 相互高度配合的那种状态 咱们的五马 是自己在那儿跳啊 是没有人在 骑在他的背上的 是一匹马跳 还是几匹马一起跳 一百匹马在那儿跳啊 一百匹马 就对呀 就像集体舞一样啊 这个一百匹马 在一起跳舞 旁边是有很多的 这个叫马官啊 他们去 不需要 不需要 马训练到这个程度 就跟人一样 你说人 咱们现在有一百个人 在这儿跳舞 你说旁边有多少人 在敲打他 没有啊 当时呢 是怎么回事 唐玄宗那个时候 曾经训练过一百匹 这样的马 来跳舞 在什么时候跳呢 在唐玄宗生日的时候 唐玄宗生日 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吗 八月初五 八月初五 在唐朝叫千秋节 千秋节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 全国性节日 那就有各种各样的 文艺表演嘛 其中有一项 就是五马 就这一百匹五马 在这儿 伴着音乐 在这儿跳舞 跳舞跳到最后呢 是应该跪下 然后把酒这样 就像人捧出酒那样 他没法捧啊 他用嘴 把那个酒碗给 咸出来 就是请大家喝酒 由马来咸出来 对 马咸出来之后 马把这个酒喝掉 对 所以马也会喝醉 那喝醉之后 后果很严重啊 这马撕嘴子怎么办啊 这马不会 醉而有度 一定要到这个程度 所以你看唐朝 世人你张月 也是大世人 也是大宰相嘛 他写这个五马的诗 就写过十几首 其中最有名就是这句 更有贤卑 钟艳曲 垂头吊尾 醉如泥 然后最后垂头白尾 那个样子 但是呢 你说他撒酒疯吗 他绝对不敢撒酒疯 这个五马是经过 严格训练的 所以当时好多人羡慕 谁最羡慕呢 安禄山 知道安禄山是吧 这安史之乱那个 安史之乱 对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 大叛臣 他其实因为整天跟唐玄宗这混 跟杨贵妃那当干儿子 所以对唐朝这一套啊 就很熟悉 很了解 很羡慕 所以后来发动安史之乱之后 他就把那个五马 都给俘虏到泛阳去了 就俘虏到现在北京来了 后来他不是被他儿子给干掉了吗 然后接着这个 就是安史叛军 内部发生了好多内乱呢 所以这批五马 后来流落到哪了呢 流落到一个叫田成寺的叛臣手里了 也是安禄山的手下 但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乡八老了 过去没见过世面 有一次呢 也是宴会 就不小心奏起乐曲来了 正好是五马熟悉的乐曲 所以这些马就开始 就跳舞 条件反射开始跳舞 对 跳舞 跳舞他一看 他以为这马疯了 所以就让这个士兵去打这个马 可是越打这马 那马以为自己跳得不够好 就越跳得更加欢事 最后就把这马都给打死了 所以从此唐朝的五马就失传了 所以就是看出来啊 这个五马和大唐的盛世繁华 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安始之乱之后 这五马也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变乱消失 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那个时候的五马 但是从刚才的这个银湖的文样当中 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马训练的 能有多么的精湛这个技艺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何家村的宝贝 这叫做赤金走龙 蒙曼老师 我怎么觉得这龙 跟我们现在看的龙不太像 您看那腿那么高 像狗 对 人家叫走龙 我们一般看的是明清的那种文样 那种盘龙 但是实际上中国龙的发展 是有一个过程的 唐朝的龙会瘦一些 会显得更矫健一些 唐朝不是上胖吗 那是美人 贵妃都那么胖 那是美人 但唐朝的龙整个气形会显得更加轻瘦矫健 而且关键问题在哪呢 就是龙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走龙是干什么的 走龙是当邮差的 他又走不了路 他怎么当邮差啊 唐朝啊 唐朝官方其实像道教 道教有一种仪式叫头龙 然后头龙呢 就是就向上天告绩 我做了什么事了 所以头龙呢 应该有什么呢 有检测 就是你写一些 你要跟天说的那些话 检测之外呢 那还得有这个龙 龙就表示给你送出去 所以检测和这个龙 那都是放在一起的 用青丝成人一缠 然后在摘教仪式之后 把它投向明山大川 那这边投赤 那边不就有人去捡了吗 你看那皇帝投赤 你敢去捡吗 而且明山大川 比如说头像黄河 你这么小 这个龙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龙才四厘米啊 四厘米长 对 那很小很小啊 对啊 所以它当时是装在 那个罐子里的嘛 那个鹦鹉提梁罐里头 十二条金走龙啊 而且当时这个罐子里 很好玩的 这个罐子它里头还有水 其实投龙仪式 本来也是 也是把它投到水里嘛 水里还有宝石 然后还有金箔 这些龙是站在金箔上的 然后浮在水上 水养育石 这也是道教的一个信念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道教仪式的 这么一个罐子 那这些走龙是还没有被投资出去的 它这个应该说 它实际上是把这个龙和这些石 都放在这个罐子里 这罐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像祭坛呢 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道教意象是非常明确的 好 来 谭美 我刚好就想问老师 因为老家是桑马尔汉的嘛 想问一下 他当时摊代的时候跟大唐交往过吗 有没有在这个宝贝里面出现过我们一家的风格 我一听你是来自于萨马尔汉 我就肃然起敬 萨马尔汉在唐朝那是不得了的呀 萨马尔汉在当时什么呢 属于当时唐朝认定的朝五九姓之一 当时叫康国嘛 也叫萨莫剑嘛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锤叶法呀 那就是从这个朝五九姓这传来的一种打击进行器的方法呀 那就是贵宝地传来的技术 好 Tina 老师我的问题是 已经看了那么多跟金子有关的东西 但是中国古代 就是现在也是啊 都喜欢玉 在这个何家村里面有没有找到什么是玉做的一些事物 有啊 这个玉带就是腰带 玉的腰带 对 一瓶以上官员才能记得这种玉带 还有什么呢 就是金碧环 这个也解决了中国立场一个大问题 以前啊 咱们都管它叫玉镯 就是金庄玉镯什么的 但是呢 到了这个何家村这一出土才知道 那个就是唐朝的这个这个碧环呢 是怎样的机缘 让埋藏在何家村里的传奇国宝 重建天日 当时正在挖一个收工所 挖一下子挖出一个罐子来 你看里面金灿灿的 唐代的何家村 为何埋藏着数量如此巨大的珍宝 这些珍宝的主人究竟是谁 它不是一个大墓 也不是宫殿区 它就是唐朝人的一个高档小区 何家村这些宝物在1970年 面试的时候轰动了全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使得这些宝物重建天一 那个太偶然了 当地搞一个基建 当时正在挖一个收容所 然后这个就是民工吧 在那就挖 挖一下子挖出一个罐子来 一看里面金灿灿的不得了 当时就是出了一口瓮 一个桃瓮和一个饮罐 这是第一天同时出来的 然后赶紧上报吧 陕西当时就组织考古工作者 就去调查挖 就认为它旁边还有东西 因为当时就是这两个罐子里 出来的东西不成套 就明显还有其他东西 应该补充进来 这才是一套事物 所以就在旁边挖 然后在一米 距离一米的地方 又挖出来第二个桃瓮 然后再挖就没有了 所以最后证实 就是这个两个桃瓮 一个饮罐 而且出土的时候 这三个两个桃瓮 一个饮罐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完整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想想一千多件宝贝 就塞在这两个桃瓮 也才六十厘米高 这银罐三十厘米 那就得塞得非常非常的密了 手都插不进去的 这样的塞法 所以一点都没有动过 完完整整的保存 其实从何家村的 这些珍宝发现之日起 就伴随着种种猜测与谜团 何家村为何会埋藏着 如此多的珍宝 在唐代长安 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些价值不菲的珍宝的主人 究竟是谁 又是怎样的原因 让他将这些传奇国宝 草草埋藏在不到一米的地下 在如此浅层的掩埋下 这些珍宝为何能保存一千多年 却从未被盗 所有的谜团都将围绕着何家村 这个神秘的地方一一展开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可能何家村这个名字太陌生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这个地方出土了这么多精美的器物 这何家村的地方 在历史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历史上 它跟其他的很多出土 大量文物的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大墓 也不是宫殿区 它就是唐朝人的 这个长安城的居民区 何家村在当时是属于 唐朝的108坊之一 叫做新画坊 新画坊是负责做什么的呢 就是住老百姓的 就跟现在说居民区是一样的 这个叫这个小区 那个叫那个小区 唐朝长安城啊 108坊 每个坊有一个名字 其中有一个坊叫新画坊 它是出土在新画坊 新画坊 我们看看在哪 东市西市 对 还在挺中心的地方 对 新画坊呢 你看它跟皇城很近 能够住在中心位置的人 住在新画坊的人 是什么样的身份 达官贵族啊 所以新画坊啊 咱们现在有很多人 在做唐朝的房里制度研究 其中有一项就是研究这里的人 那新画坊里住的人可就多啊 有这个高官 有驸马 有王爷 那除了他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贵人 其实你现在想想也是 一个高档小区 肯定大家身份都差不多 唐朝是一样的 新画坊里住了一批 有级别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 它有宝贝 这会是一户人家的东西 应该是一户人家 因为这两个 这三个器物呢 它离得特别近 所以一开始挖的时候 先挖出来的是一个桃梦 和一个银罐 后来在不到一米的地方 又挖出来一个 那很明显 这么密集埋葬 应该不可能是两个家庭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 匆忙把它埋下来呢 这事情就好玩了 是什么人家一直在猜 你比方说唐朝 宾王李首理就住在新画坊 那就是当时 可能是新画坊 第一号人家吧 就是这个李首理 这个李首理是谁呢 李首理啊 咱们一般介绍 说他是张淮太子的儿子 那张淮太子又是谁呢 张淮太子是武则天的二儿子 武则天不是生了四个儿子吗 老大是病死了 老二张淮太子李贤 那被认为是最好的接班人 但是因为他最好 所以被武则天贬到地方 后来在武则天登基之前 又把他处死了 这个唐人呢 对李贤是非常哀怜的 所以后来呢 对武则天统治结束之后 把李贤又追封为张淮太子 那张淮太子的儿子 就是李首理 从亲戚关系上来讲 他是唐明皇 李隆基的唐哥 最初他们做考古 就是70年代做考古的时候 一直认定这就是宾王李首理 因为你新画坊 最响当当的人物 就是这个宾王李首理了嘛 但是这种说法呢 也有他的问题 问题在哪呢 这个何家村的器物啊 有专家学者为它进行分期 就对这个器型花纹进行分期 分期就发现 这里头其实是有相对靠后的东西的 像这种对称的花纹啊 大团花啊 那都不是安史之乱之前 就会有的花纹 那就不是宾王李首理他们家 对 所以就有人怀疑 这个不是宾王李首理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也是说不清楚 这个器物所在的地方 跟宾王首理他们家 在史书中描述的那个方位 有点不合 那他隔壁是什么人呢 李首理的邻居其实挺多 但是排查来排查去 大家现在北大考古期的 齐东方老师有一个见解 他说这很可能是唐德宗时期 一个租庸史叫刘震留下来的 租庸史这是个什么关 租庸史就是管财政啊 当时的税收就都归到他这来呀 税务总局局长 太对了 唐朝唐德宗时期 税务总局局长 全国的这个租庸调 都在他这集中啊 因为这个何家村出了一些 这个庸调银 就是这个银柄上 银品上非常明确的写 这就是调银 就是税收专用银 对 税收专用银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做流通用的 你到了中央之后 其实你要是再把它制成钱 那要把它销毁 然后重新作为银子来使用 因此这个就是 就是专门一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专用的东西 那那所以 看起来比较符合呀 对呀 刘震他应该能够掌握 这样的一个用调银 而且呢 当时啊 他既然是全国财政总局的局长 税务局的局长 当时要是碰到变乱的时候 他有可能暂时把这些宝贝 属于国家的宝贝 集中起来 然后戴着袍也好 或者是掩埋也好 而唐德宗时期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现在证明也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唐朝自从暗始之乱之后 这变乱就不断了 唐德宗时期有一次静缘兵变 就是唐德宗啊 妄图削帆打帆阵 结果帆阵没有打好 帆阵叛乱了 自己派去打帆阵的士兵也叛乱了 所以呢 这个静缘的士兵 本来是从京城路过 然后接着就往东北走 去打叛军的 结果呢 给他们的给养没跟上 所以在首都就临时发生叛乱 临时发生叛乱 唐德宗就往外跑 那当然文武百官也追着跑 根据现在这个史书 和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啊 这个租永史刘震当时也跑来着 而且跑呢 当时的记载是 他带了二十坨 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跑 然后还跟自己的外甥讲 你也带着宝贝袍 我也带着宝贝袍 然后咱们俩到城外去会合 后来他外甥到了城外了 一看他没来 就翻回去找他 翻回去找他呢 然后走到这个守门的这儿 守门的说呀 他是曾经想出来着 结果后来被人家识破了 被人认出来了 就没让他出来 他又回城里了 那回城里了 是不是他就没带走啊 那得把他藏起来啊 就临时埋藏了 那临时埋藏 后来为什么他又 没有把他再拿出来呢 他临时埋藏之后 这叛军也就入城了 入城之后他就投降了 那投降 所以他就不能把他挖出来 对投降了之后 不是 叛军很快又被镇压了 然后唐德宗又回来了 回来他就等于你叛变了嘛 叛变了他就被处死了 那他很有可能就这样被处死之后 他藏的宝贝就这样没有见天日 对啊 很有可能是这样啊 但是也还有一些落不到实处的地方 就是租永史刘震的宅子在哪啊 史书只记载他住在新画坊 可并没有记载他跟李首领他们家 还挨着 他那方位差不多就是今天挖出银罐那个位置 没有 就是他的这个宅子落不到实处 但是你要是再说找一个别人呢 现在也没有特别具有说服力的 所以这里头有非常多的扑朔迷离的地方 是谁的现在说不清 现场的几位朋友 好 波小龙 那如果我想自己亲自去看这些 何家村的那个珍宝 我是不是只能去这个陕西那边 他有的时候会出来戒展 是吗 对 有的时候出来戒展 但是主体上就到陕西立博 看他那个珍宝馆 琳琅满目 不得了 亲眼看到的时候 真是要亮花了眼睛的感觉 好听的 我觉得我光听您说 就已经是亮花了眼 但是我好奇的是 您说就那两个瓮 其实不高 才六十多厘米 然后那个小银罐也很小 但是里面能有一千多件宝物 就它怎么能有这么多呢 你比方说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十二条小金走龙 不就放在那提梁罐里头的吗 就是你想它这个 有些宝贝是非常小的 你像这个红玉芝 比方说是白玉芝了 那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可以一件套一件 一件套一件 像俄罗斯套娃那样 把它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 和家村里的珍宝 解开了唐明皇 与杨贵妃爱情故事中 一个怎样的未解之谜 这个人也腐烂了 香囊怎么会不腐烂呢 后来和家村的东西 一出来才知道 唐朝的香囊 跟我们现在想象的 那种丝织品质的香囊 不一样 这些精美绝伦的珍宝 如何见证大唐盛世的包容 和丝绸之路的传奇 有一件叫做香金瘦首马脑杯 这是中国所谓六十四件 永远不许出境展览的国宝之一 都说这个唐代 圣唐的富足 它的繁荣 通过它的文物 可见一斑 那么这些文物 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怎样的大唐故事 你想首先听什么故事 爱情故事 永远的主题 太好了 非常有眼光 何家村有一件宝贝 跟唐朝一个 最著名的爱情故事相关 唐朝最著名的爱情故事 谁和谁的爱情故事 李隆基和杨贵妃 太对了 唐玄宗和杨贵妃 当然这个爱情 后来以悲剧收场了 马为之辩 他这个贵妃亦死 贵妃亦死 后来玄宗入属 那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他就思念他呀 思念他就想牵葬 牵葬的时候 那当然就要把之前 埋的那个挖开嘛 挖开一看呢 都已经腐烂了 这个人也腐烂了 还有锦入 当时是子锦入嘛 也都腐烂了 但是只剩下一个香囊 这香囊不是丝绸包的吗 这还不腐烂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历史误会 我们那时候看这种记载 都觉得 你连这个锦入都腐烂了 香囊怎么会不腐烂呢 后来何家村的东西 一出来才知道 唐朝的香囊 跟我们现在想象的 那种丝织品质的香囊 不一样 是什么做的呀 银 银做的香囊 对 你看就像这样 真的像一个 镂空的香薰炉 哎呦 里面还挺复杂的呢 对 它这个就是一个 陀螺仪的原理呀 你看看 它这个香囊 它是有两半构成的嘛 这两半是 那是有钩 可以打开的 打开那里头 还有三层装置呢 对不对 有两个银环 一个是跟外圈 扣在一起的 一个是跟里头 那个小金碗 似的那个东西 扣在一起的 然后它们都可以动 都可以动 最后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最后原理就是现在的 陀螺仪原理 就是用在航海航空中 那个原理 是你不管这个香囊 怎么转 里头那个半圆形的 那个小金碗 永远不会扣 就它永远保持 水平向上的状态 你那个香料就不会撒 这个香囊 真的是不得了 因为欧洲 到大航海时代 就16世纪以后 才慢慢地掌握这项技术 咱们在唐朝的时候 这项技术 已经相当成熟了 就是现在你还可以试 还完全没有问题 把这个香粉放进去 然后你就转悠它 它不会撒 这个香囊 真的是杨贵妃用过的吗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杨贵妃 肯定也用这样的香囊 就是唐朝用香 是一个大传统 这到什么程度呢 腊八的时候 就是腊日 每次这个官府 要给宫廷 进口汁 进香囊 这个香囊 当时是达官贵人 普遍用 所以你看 一路都是 这香飘万里 国国夫人 她们游春的时候 那大家都可以 闻风而动的 通过这个香囊 让我们生发了想象 就是唐玄宗 和杨贵妃 那段爱情故事 那么除了这个香囊之外 还出土了哪些 能够窥得见 大唐盛世气象的一些 那大唐盛世 就是有钱吧 咱们就说说钱币 有钱币出土 对 这里还有 其实当时不做流通使用 就是做一种玩意儿的 那种金凯元通宝 和银凯元通宝 金凯元通宝就是这个 你看金灿灿 三十枚 这像我们今天的纪念币吗 对 就是纪念币 但是唐朝你知道干什么用 唐朝这用处可多了 首先一个就是讨吉利 比方说过年的时候 皇帝就站在成天门楼上 然后干什么呢 往下撒金钱 哇 这就是灰金如土啊 这是啊 对 就是这种金凯元通宝 你撒一般的钱不行 当时都是撒金凯元通宝 那撒给谁呢 不是说随便谁都可以去捡的 当时是无品以上的官员 才可以去捡 所以你看 内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 这是这个张户的退工人 开元皇帝 长中莲流落人间二十年呢 常说成天门上宴 百聊楼下十金钱 这老宫女已经都离开宫廷二十年了 但是就忘不了那段繁华富贵的生活 所以每每个人讲起来 当年皇帝在成天门楼上撒金钱的时候 文物百官都在那捡啊 讨这个吉利啊 这个就是当时有可能 就是当时皇上撒下给百官来捡的那种钱 这个开元通宝反正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所以说这个是撒了还是没撒 就是说当时是内宫的一种收藏物 比方说我每年都铸造一批 然后分给大臣也好 或者说他本来就是皇帝的内藏也好 因为我们现在对何家村这批文物 还有非常多的不清楚的东西 所以不清楚它真正的来源是什么 在大唐的时候也是丝绸之路 非常繁荣的时代 何家村这出土的还有哪些器物 我们能够看到非常非常明显的 西域的味道 那有一件叫做香金瘦手玛瑙杯 这是中国所谓六十四件 永远不许出境展览的国宝之一 永远不许出境展览 海内孤本就是全世界就这么一个 瘦手杯 马脑瘦手 这个瘦是一头牛 你看它为什么不叫一头牛 也不叫一头羊 就说明大家不太晓得 这东西究竟应该叫什么 但这个为什么说它代表着丝绸之路 因为这个器型不是中国传统器型 这种器型其实来自于希腊的 在希腊它叫莱通 就是一种脚杯 它和中国的杯子有什么最重要的区别呢 你看这是中国的杯子 咱们在哪喝水呢 在杯口这喝水 中国古代其实也有脚杯 但是都是在口这喝水 那这个瘦手玛瑙杯在哪喝水 你看它香金那部分 在那嘴那 在那流 那叫流 就是在那喝水 那个是属于希腊人 祭酒神的一种做法 就是酒洒下去 然后酒神就尝到了 然后酒神赐福于大家 这是一个绝对的外来文化 为什么您刚才说 既不是牛也不是羊 我看着点像牛嘛 其实更多的人认为 它那个脚啊 你看那个脚啊 像羚羊脚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就涉及到这个器物 到底是纯外来的 还是说是中国工匠仿造的 如果纯外来的 那就是你不管是希腊的 还是西亚的 还是苏特里边 就是中亚这边的 那到这来就直接过来了 但是呢 如果是他们那边的 它这个做牛也好 做羊也好 它那个写实的艺术啊 是非常写实的 就是你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这是牛还是羊 但是在咱们这塑造这个呢 我也是看着 你看那个眼睛啊 什么的更像牛啊 但是那个脚 是羚羊脚 所以很多人是根据这个事情 就讲 这是中国工匠啊 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器型 但是毕竟呢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传统器型 所以仿造着做 做不像 做不像最后就成了一个四不像 四不像呢 其实就是这个叫瘦瘦了 那当然这是刚才说的器型 和这个这四不像 这是中西融合 其实这玛瑙也有来头 这玛瑙是当时所谓国产的吗 玛瑙不是国产的 中国有玛瑙 但中国玛瑙都是做成小摆件 特别特别小 这个呢 刚才讲有矿泉水瓶子这么大吗 这种玛瑙一般是西亚的供品 西亚或者中亚 甚至有可能是印度的供品 所以就是材料应该是外来的 这个器型也是外来的 但是雕琢者很有可能是国内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西交往啊 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名证 刚才说到这个大唐的宝物啊 何家村这批宝物的出土 对于今天我们了解 大唐的开放 它的包容 能够起到一个怎样的佐证作用 那其实我觉得它就最鲜明的 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你看刚才这就是丝绸之路 一个最鲜明的表征了 路上丝绸之路 怎么样从希腊把这个器型引过来 怎么样从西亚中亚把玛瑙引过来 怎么样再经过中国工匠的手 做成这么一个精美杰伦的兽手玛瑙背 那另外呢 你看刚才那些钱 其实钱远远不是我们说这么简单 对你看这还有东罗马的钱币 波斯的钱币 这就是西边那条丝绸之路啊 那丝绸之路不仅往西走还往东走啊 往东边走海上丝绸之路 不就到朝鲜半岛和到日本了吗 这还有日本的钱呢 那说明这些钱都在长安都在使用着 至少在长安被人收藏了 日本的钱其实发现的特别少 你到日本去找中国唐朝的文物 那太多了 但是你要说中国找日本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这是其中之一 叫做合同开宝 合同开宝 你看这个这几个字啊 现在还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钱在日本使用时间极短极短 很可能是当时作为贡物 就给唐看一下 我们有这么换了钱了 然后作为样币就马上被收藏 那个时候唐朝在长安都城 在那个时代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唐朝长安城的外来人口 测算是2% 2%的外来人口啊 外国人呢 那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万人的话 就有两万人是外国人 对 当时确实是百万人口 但是你想有北来的 有东来的 有西来的各种因素嘛 有战俘 有这些访问学者们 还有朝廷派来的使节们 还有大量的商人们 这些人呢 西市东市 那就成为他们的新的家乡啊 你想想看那时候 整个这个人口规模得有多大 那因为唐朝有这么大的国际影响力嘛 所以你看现在 你在海外 中国人集中的地方叫什么呀 叫唐人街嘛 唐人街住的不是唐朝人了 但是唐朝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这是大唐的文化影响力 现场的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聊的是 何家村的大唐的传奇宝贝 大唐的仪宝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直接向默默老师提问 老师您好 就是今天来录这个节目嘛 就是这里的外国嘉宾 中文说得这么好 就是当时唐朝长安的外国朋友 就是中文说得有这么好吗 然后就是也是这么了解 中国的文化吗 OK 有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阿贝仲马里 阿贝仲马里 对 中文名字叫曹衡 曹衡跟李白 跟王维跟楚光熙 就是跟那个时代的最低流的诗人 都有交往 因为他自己也是个诗人 学习非常好 然后考中进士 那唐朝考进士多难呢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人家一个外国人 到唐朝来 靠个进士 所以跟这些诗人都有交往 然后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呀 你像你从日本这边 空海也好 鸡背真背也好 回去之后还能够把这个文化发扬出来 创立日本文字啊 创立日本的这个都城制度呀等等 那你那个越南的包括苏特人 所以说呢 因为这样一个国际都市 它吸了非常多的外来人口 这个外来人口 想要在这生根发芽的话 它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 吸收这种文化 并且把这个文化 作为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说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今天非常高兴 萌曼老师做客 《文明之旅》 为我们揭开了 荷家村唐代医保 我们感觉好像是 随着萌曼老师的讲解 穿透了历史的迷雾 揭开了历史的面纱 走进了这些国宝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了解了这些国宝背后的故事 其实在神州各地 有很多的国宝 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您家乡 您旁边的历史博物馆里面 我希望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如果您觉得有兴趣的话 不妨多找一找 看一看 不仅看个热闹 也看一看这些国宝背后的历史 和文化 文明之旅 文化之旅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